在上一世纪,银行经常出现场队 有人等待办理储蓄、兑现支票、贷款等基本银行服务 时至今日,金融服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容易获得 而且成本更低 例如支付费用或是购买保险等基本交易 都可以透过流动应用程式进行 随着创新科技的诞生 一些比较复杂的金融服务 例如P2P借贷、众筹 或者借助人工智能去建立投资组合等服务 都非常方便 金融科技为传统金融行业开辟了新一页 以前需要几个星期才能完成的流程 现在几分钟就可以完成了 电子支付已经成为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时至今日,即是街角的咖啡店 都要为客户提供店内和电子的点餐选项 同时要接受现金、信用卡、礼品卡等 实体支付 以及要通过手机中的流动钱包进行支付 所以这些支付的方式都需要即时完成 才能够确保安全性和可靠性 同时更新业务的记账和库存系统 对于很多公司来说 这些广泛的支付选项 是需要与第三方的金融科技公司合作的 由金融科技公司提供销售点情报系统硬件 云端软件和支付的设备 才能够确保交易顺利进行 因此倚靠金融科技的支付公司 已经成为了全球零售业务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智能手机和互联网的推动之下 金融普惠只是快速挖起 金融普惠即是指 普罗大众都有平等的机会去获得金融服务 但各个发展金融普惠的成效是并不平均的 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 全球若有17亿的人口是无法获得银行服务的 而大部分这些人都集中在新兴市场 凭着金融科技 金融普惠不再是一个难以实现的目标 因为金融科技可以以一个比较低的成本 去围及到以往一些不可以得到充分服务的群体 金融科技的平台是利用创新的科技 令到浮动的成本压度很低 因此服务到一些资产有限的客户 都可以实现到盈利 金融科技逐渐将传统的金融行业现代化 因此金融科技是具有良好的条件 实现长期的大幅增长 预计这个行业在未来五年间 每年会有11.7%增长 并且会达到2220亿美元的规模 准备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